欢迎收看《望线》新坚宠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第一集 热闹的街市上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有远即近 过往百姓皆纷纷退让 只见马上那人一身悬色长袍 满头墨发指一根红发带随意竖起 一管竹笛横插于腰间 说不尽的俊俏潇洒 这人便是姑苏安国公世子魏英 三年前 蛮人禁犯姑苏边境 烧杀掳掠 死伤惨重 边境百姓一时怨声载道 而未及若冠之灵的安国公世子 随父出征 自情守边 几乎将蛮人歼灭殆尽 边境县推进进百里 自此姑苏边境安定 再无战事 当今圣上亲自下旨召 即将及冠的世子回京 以表看重 马蹄急驰而过 只留一地尘土飞扬 府中人皆知 今日世子回府 是已早早便准备妥当 正堂之中国公夫人 对安国公说道 常则 阿英多年在外 肯定吃了不少苦 这次回来可不能再走了 一旁的国公 直过夫人的手 安抚地拍了拍放心 如今边疆安稳 阿英是不会再走的 说话间 就听门外仆人惊喜的声音传来 世子回来了 屋中二人赶忙向外走去 还未走到门口 便见一人快步冲入屋内 笔直跪在二人面前 阿英不笑 三年未曾成欢膝下 还请父亲母亲恕罪 傻孩子 快起来 你是魏国戍边 父母亲又怎会怪罪 魏长泽赶忙将魏英扶起 是啊 阿英 你父亲说得对 快 母亲亲自下了厨 阿英在外辛苦 可要好好补补 说着便拉着魏英 去了桌旁坐下 连日赶路 一顿家宴下来 魏英已显疲态 因着明日还要进宫 魏长泽二人便放了魏英回房 洗去一身风霜的魏英 躺在锦背之中 反倒没了睡意 手中反复抹撒着 那一管墨色竹笛 竹笛上刻着 繁复的卷云纹文样 心中惦念的 却是这云纹的主人三年了 我的太子哥哥 你可还安好 已是深夜 东宫的寝殿 却依旧灯火通明 坐在上手的男子 一洗卷云纹的白色锦袍 皮肤白皙 面若观欲 英挺的鼻梁之上 是一双浅琉璃色的毛子 在这满店的烛火映照下 反倒平添了一丝柔和 平日滴酒不沾的人 今夜不知怎地 清冷的檀香中 隐约掺杂着唇厚的酒香 若是细品 便知那是姑苏的天子笑 记忆中那个拉着自己偷偷喝酒 会在被罚后 撒着娇喊自己太子哥哥的小人 终于回来了 自己日思夜想的阿英中士 平安回到自己身边了 阿英 三年了 我们的约定 你可还记得 次日 当朝阳的光辉洒满大地 也牵动着两个相思之人的心神 姑苏皇宫 大殿 文武百官分裂两侧 中间一人一身世子官服 立在这庄严的大殿之上 枝兰玉树中 透露着与年龄不符的威严 往日娇俏的桃花眼 如今正严肃地望着龙椅之上的帝王 半赏 一道浑厚的声音响起世子击退蛮人 自情守边三年 如今姑苏上下海燕和清 世子功不可没 献丰为武安后 待及冠后 再行册封 臣 寇谢黄恩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英明 世子永武 姑苏万世昌盛 一时之间 大殿之上 山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没人注意到 立在皇帝下手的太子殿下 悄悄勾起唇角 今日的早朝 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那安国公福本 就是随着蓝氏先祖打天下的功臣 如今安国公世子又得封侯爵 一时间封头正盛 让那些本就处境艰难的世家 更加雪上加霜 也有甚者暗道圣级必衰 心中却盘算着如何取而代之 看似平静的朝堂 实则早已暗藏玄机 波涛汹涌 然而这一切 对于久别重逢的二人来说 就显得无甚紧要了 角落里的一处假山时候 一身黑色绣暗门 世子官服的魏英 被一身着冰蓝色广秀华服的俊美男子揽入怀中 那男子面若关玉 眉目清俊 鲜长的睫毛下是一双浅琉璃色的眸子 往日极其清冷的双眸中 如今却溢满了光亮 看向怀中之人的神情越发柔和 那双浅淡的眸子也越发幽深 一向情不外露的他 如今浑身充斥着一种名为相思的感情 叫人不经意间看了 便会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这人便是当今太子殿下蓝战 蓝忘机 太子哥哥 我好想你 阿英 你回来了 真好 太子哥哥 三年前 我原也不想走得如此匆忙 只是边关告急 我不能置百姓于不顾 蓝战 对不起 阿英再不会走了 看着怀中拉着自己衣袖 撒着娇 跟自己道歉的可人 蓝忘机感觉自己心中好似冰雪消融 最终柔成了一汪春水 其实 他心中从未怪过魏英 因为他知道他的阿英 不只是那个会在自己面前撒娇的小人 更是那个心中有江山百姓的安国公柿子 因为爱 所以他愿意支持魏英的选择 愿意忍受暂时的分离 但同时也会为更好的重逢做准备 傻阿英 太子哥哥何时怪过你 我的阿英是安国公世子 自是要守一方百姓安稳的 太子哥哥 我知道你对我是最好的 你放心 阿英也不是三年前的我了 三年前的事再不会发生 急关后 我就与爹娘说我们的婚事 阿英要和你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听到此处 蓝忘机揽着怀中人的手臂 不自觉地收紧 线长的睫毛轻颤了颤 对魏英道 阿英 三年前那人 我已查到眉目 且在等等 待此事了 我自会去找父皇赐婚 我要阿英毫无顾虑地嫁给我 可好 看着蓝湛眼中赤诚无比 坦荡无比 认真无比的神情 魏英心中似有一股暖流划过 最终只定定看着蓝湛说道 好 我听你的 蓝忘机俯着柔顺的长发 心中却暗想 阿英 且在忍耐一二 只差最后一步了 我要你做我此生唯一的太子妃 姑苏皇宫 东宫 夜凉如水 夜空中止一弯闲月 孤独地悬在天空中 洒下一片清灰 东宫一片寂静 只于夏日的蝉鸣 给这寂静增添一丝生趣 站在窗边 覆手而立的白衣男子 映衬着皎洁的月光 月发衬的面如润玉 身如修竹 然而 语气却甚为冰冷地 对着身后恭敬跪着的黑衣人说 继续追查 当年那人既然是因为我与阿英的关系 而去暗害阿英又留下威胁阿英的书信 那必是与阿英或是安国公府有关之人 甚至是有仇之人 现如今阿英归京又或封武安侯 那人必是不能坐以待毙 看着阿英风光下去的 家派人手 保护阿英周全 再将那人给姑彻底挖出来 涌出后患 那跪着的暗卫剑一向沉稳的主子 如此情绪激动 眼眸之中满是压抑已久的滔天怒火 不自觉又跪地端正了几分 神色肃穆地答 是 主上 看着一闪而逝的暗卫 蓝湛的手又不自觉握紧了几分 只将手心掐到泛红 不论那人是谁 目的为何 只要不知死活地动了他的阿英 那就不要怪他手下不留情了 深夜 天空中一轮圆月毫不吝啬地向人间洒着清亮的月光 只是 如此皎洁的月光却照不进东宫的暗牢 一身月白长服的太子殿下站在这中年不见天日的暗牢之中 却依旧星辰不染 气质轻贵 与周围的黑暗格格不入 面前的监牢之中 一人正被东宫侍卫强制压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太子殿下那双往日毫无波澜的浅淡眸子 如今却微微眯着 泛出极音质的寒光 静安侯府如今好大的胆子 竟连安国公世子都感动了 幽暗之中传出平淡的问话 极低沉雌性的声音 却让人不寒而栗 这跪在地上 一脸不愤的人 正是静安侯金家的嫡次子金子薰 要说这静安侯府虽与安国公府 同因百年前的从龙之功而获封爵位 但因无甚大功绩而指得侯位 传到如今这一代 早已人才凋零 逐渐没落 与日趋鼎盛的安国公府相去甚远 这任静安侯正是金家家主金光善 为人贪财喜功 平日礼偏爱钻迎旁门左道 于正式上却碌碌无为 他的两个儿子 皆为静安侯夫人所出之嫡子 长子金子薰 为人尚算正直 但也因这份正直 而常常顶撞于父亲 不为金光善所喜 虽贵为嫡长子 却并未请封世子 相较之下 金子薰这等交金自傲之人 反而更得金光善的喜爱 金子薰为人自恃甚高 平日经常不将一些小世家 放在眼中 对其冷嘲热讽 丝毫不知收敛 而如此愚钝之人 却被蓝战查出 与三年前谋害魏英一世相关 三年前 年不过十四之灵的安国公世子 就已高中叹花 本可以就此入世 却因正逢蛮人进犯边境之时 而放弃功名 随父出征 一时间百姓都到安国公府 申明大义 就连圣上都赞不绝口 出征的前一天 魏英本打算去与蓝战道别 见面地点选在了二人常去的酒楼香灰楼 照常先到的魏英 叫小二 取了珍藏陈尿 本是小拙 可往日里谦卑不醉的魏英 却越喝越昏沉 本以为是酒的后禁足 想换人端行酒汤 却发觉自己如何都开不了口 意识到不对 刚想要起身 就浑身发软地倒在雅间的他上 意识迷离间 感到有人正掰开他的嘴 想要强行灌下什么东西 他挣扎着 却终究还是徒劳 正与那人僵持不下之时 他闻到了清冷的檀香 知道是蓝战来了 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已被暴入了熟悉的温暖怀抱 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终究敌不过药力 最终陷入了昏睡 在醒来时 看到的就是手在自己他边握着 一直威胁信满面冰霜的蓝战 和已经危险的晨曦 因不能耽搁出征的时辰 魏英只得匆匆换上战袍 与蓝战化别 至于昨夜下药 威胁他的人 他已是无暇顾及 蓝战 我走了 要乖乖等我回来不想让蓝战担心的魏英 最终指这一句嘱咐 而蓝战又岂会轻易放过 那对魏英不轨之人 轻轻直过身边人的手 将其耐入自己怀中魏英 我定会抓出那人 你只管安心去就是了 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沉稳 沉稳之中 却又含着一丝不意 察觉的严肃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又怎会不懂对方的心意 出征那日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万民相送间 蓝战于城楼之上 摇摇望着那个身穿玄色铠甲的少年将军 在午后温暖的阳光照耀下 那少年的周身 四度上了一层金色的光韵 映衬在他的眼底心上 如此美好自艺的少年 应该值得这世上最温柔的对待 这一场我看了 浏isk和热照的